老胡在昨天和前天连续做了两期节目 讲反应类的视频 并且给大家解释了什么叫做热点 然后昨天的话我就给用了实证 这样一个大家可能都比较关心 可能会经常会看见的 这样一个内容的赛道 给大家做例子做了案例分析 那么从昨天节目的反馈来讲的话 好像有的人错过了重点 不太理解我讲的 这个是什么意思 有的人在评论区就是讲 实证这些东西非常敏感 又会坐牢 或者讲现在不能讲了等等等等 或者有的人讲你要是讲实证的话 你应该举这个大V 那个大V 而不是举这两个 好像跟他们意见相左 或者是讲这两个 不是真正的行业的头部账号 其实我选这两个例子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 顺带要讲这个举证这个方法 我没有刻意的去选择哪两个 这个例子对我来讲就是信手拈来 因为这个例子并不是讲 让你去学习这两个人的操作方法 而是讲热点和反应 那最热的热点应该就是政治 所以这是我昨天举这些例子的意思 那为了帮助大家 能够彻底的理解 这个怎么热点反应这个选题 我今天再来做一期节目 举几个例子 那为什么我要连续做这个节目 讲这个事情呢 因为这东西太重要 我认为新手 当在内容方向上面被卡住了 或者没办法入门的时候 开第一家小店 做第一个生意的时候 这是一个方便法门 所以我今天愿意再做一期节目 当新的案例分析 或者讲 我给你展示一下 什么叫做这种反应 能够拖展思路 那么你就在你的感兴趣的方向上面去 从做反应视频开始 好 那你结合今天 我给你举的例子和 昨天这期节目讲实证 那么敏感 那么这个复杂的 那么你就能够理解老胡讲的 什么叫做反应 而不是局限于讲 某一个赛道里头 你看见了那些 其实不重要的东西 好 所以我昨天举这个例子 虽然以实证作为例子 其实我的这个重点 根本就不在使证 也不在钓鱼 也不在什么音乐点评 也不在 任何一个都是 其实一样的 没有差别 好 那我今天再来给大家展示几个反应的 这样一个例子 第一个反应很好 很简单的 任何一个 你已经开了频道的人 都可以做这个东西 就是对观众的评论 你进行讨论反应 就是这里头有表扬你的 有批评你的 有想跟你吵架的 有在那边骂你的 踩你的 你可以通过这种反应 然后让观众看到 你对这种评论 或者反馈的这种意见 所以你当然不是讲 每一个东西像答疑一样的 或者回答问题一样 而是讲挑观众感兴趣的 有意思的东西 你来在这个地方进行反应 比如说这个同学就讲 这个太敏感 太危险了 不危险了 就是说我以前多是跟大家讲 讲实证 很多人认为是高风险的 就是讲来就回不了国 甚至还有一个同学在这底下讲 老胡是美国人 所以他根本就不怕这些东西 不怕过海关抓小黑屋 我以前跟大家讲过 实际有N多种讲法 就是你首先报道 你别去报道谣言 报道官方发出来的 或者这边官方 或者国内官方发出来的东西 然后你就读评论 挑出那个精彩的评论 来分享给大家就行了 就是观众都不知道 你是左派还是右派还是中间派 观众不需要 你如果认知讲 我自己我就对这东西感兴趣 但是我没有必要成为一个政治评论员 那这就是一种反应 而且这个反应就是说 是你拐了几个弯的反应 因为什么呢 因为大量的评论 左派的评论 中间派的评论 右派的评论 然后你挑选这些评论 挑出来的时候 其实你是带立场的 或者是这样立场是隐晦的 但是不是直接出自你之口 是A网友这样说 B网友这样子说 然后有一些丑热闹的人这样子说 可以啊 你就做小编嘛 对不对 你把这个整个的 就像你像一个情报史的 这个情报官吧 你收集 好的坏的全收集起来 给大家报告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其实非常好的 我以前讲过 这个方法比那个就是 你这个骂的派 或者是舔派 两个都要高级 因为呢 这个信息更周全 其实绝大部分人是在这个 他想看见怎么骂的 他想看见怎么舔的 然后看见这个东西 所以他在这上面 能得到所有情绪 左派右派都来看你的节目 然后看完就在你这个节目底下吵架 你是团结全世界 可以团结的所有的人 对吧 你是那个煽风点火的那个人 然后呢 你呢 还大家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派 这个不比 不比选一个派里头 像歇斯底里 像神经病那样的高级吗 对不对 所以你看 我这句话 我就可以点评这么多 我可以反应好多好多 任何一个你感兴趣 你想讲来都可以反应 像这个同学讲 讲的小学生都明白 呵呵怎么反应 这个 这个大哥你来错地方了 就是说我们是不是 我是个小学生 或者你可以认真 非常严肃的 跟他讨论这个问题 对呀 其实这个小学生都明白 第一 你可能是大学生 然后呢 其实小学生还有文盲 还有很多是 自认为是大学生 但是水平 连小学生都没有入门的 这样的人 对不对 你可以讽刺 你可以怼 你可以挖股 你可以非常严肃的解释 这个问题 你可以讲 你知道吗 在抖音上面做 扫盲认字班 都能一年赚几十万 上百万 你都难以想象 这个世界挺大 你这个 这个 这个同学 就是说你的世界里头 是一个 是一个洞穴的 看过去的 就是我可以用 很多种方式来对这个东西进行反应 可以充满恶意的跟他吵架 可以当观众的面 现在我就把你拉黑 什么存在 到我这边来 或者叫 大哥 向右转 向左转 请滚 都可以 对吧 很多种方法 这就是反应 对吧 我只是举这个例子 这个麻将同学 别伤心 我不会删你 我不会拉黑你 感谢你来看过我的节目 好 你看这个评论区 可以反应吗 对不对 可以点评吗 好 那我再给你举别的例子 我很喜欢这个VitIQ这个频道 我经常引用它在 这个 这个社区里头的一些帖子 我认为是在油管教学里头 这个社区帖 发的最好的 无论从形式上 从这个频率上 都挺好的 我强烈建议大家 去看这个频道的 的这个社区 那么我今天就是 对它三个帖子 进行反应 一个是 把这个帖子 我心里上的东西 介绍给你 另外的话 我做一些点点的 这个一点点的补充 就是给你看看 什么东西都可以点评 不是这样 非要沿着政治去吵架 才叫做反应 我刚才已经讲了 非常重要的重点东西 即便那么高危的 政治时事 好像是要选边站的 你都可以散展腾挪 各种方法都可以做起来 有很多人非常狭隘 好像我一定要反共 或者反中 或者是 或者什么样 才能怎么样 这个都太狭隘 你没有那个勇气去革命 你就别革命 对不对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位置 可以让你选择 你又想美国待着了 你又想在这边制造恐怖 那肯定是不行的 对不对 如果你真的觉得美国烂透了 完蛋了 那你要组织革命党在这边的话 那你就 你就别 哪一天 FBI来找你 你就别吓得跟孙子一样的就好了 对不对 你先想清楚这些东西 所以 李敖 我很欣赏的李敖同学 他就想 他妈的老子替民进党去坐牢 他们坐牢 所以他全都成了叛徒 我自己一个人 从头坐牢 实际上我又不是他党派的人 我为了维护他们 我去坐了那个牢 这是好奇怪的事情 对吧 挺有意思的 有很多 这个网上有很多假革命党 有很多假的反革命 实际上是 这个真的一弄他 他就粘掉 别干这种事情 你如果政治感兴趣 你就好好的去讲政治 好 那我今天分享这个社区里头三个帖子 第一个 很好的 他让大多数的油管的博主 更需要的是鼓励 而不是建议 这句话讲得真好 对吧 这个是我为什么觉得他好 就是我时时刻刻要提醒我自己 因为我自己是老师出身的 所以 我前两天在看这个圆州派里头 看到这个徐志东 讲到 我们做老师的人 你在那说话 我就在准备挑你的毛病 你说完我就讲出你的改进的三个地方 虽然是一个良好的发心 但是这就不太好 然后窦文涛他就会讲 我现在学会了一个本事 就是从任何一个人 我不是像原来那样的求同存异 都不是比那个更高级的 就是说我看到这个人的有趣 可爱 好玩的优点这个地方 然后真心诚意的讲 哇 你在这一点上好特别 好厉害 好牛 欣赏鼓励别人 而不是拍别人马屁 而不是讲 你A很厉害 我B很厉害 我们英雄所见略同 所以我先讲过这个概念 当一个人讲 英雄所见略同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很负面的反馈 这种话最好别讲 除非是真正的好哥们的时候 小范围 陌生人 你跟他讲英雄所见略同 这不是在捧他 也不是在捧你自己 实际上是很讨厌的一个表达 好扯远了 我们讲 大多数人这个需要都是鼓励 而不是建议 真的是这样子 别老去指教这个 指教那个 虽然我带着这样的毛病来的 但是你看我大部分时间 我都强调 我是分享 我观察到的东西 我走了很多弯路 我不希望你们也花那么多时间 去走弯路 就是我花那么多时间 去研究油管 这个算法 推荐的政策 你看我在直播里头 我经常讲 这不是你们干的事情 你们别去老去 这个KPI 那个KPI 你应该 我希望你没听说过什么SEO 所有东西都没有 才对 你的内容都还没有弄清楚之前 你去折腾这些KPI干嘛 那个昨天是 昨天是15个播放 今天是5个播放 然后下降了百分之多少 然后我用了那个工具 SEO打分是97.8 为什么没推荐 你去研究这一顿干什么 你就讲 我怎么样来取悦 那个可能 会看我节目的那种人 你去琢磨那个东西 就对了 所以讲 大多数的主播需要鼓励 而不是建议 老胡的 最核心的观众 就是 就是什么人 就是这样 我每隔一段时间做不下去了 我叫老胡到老胡这边来喝碗鸡汤 这是我最铁的铁粉 我认为最核心的 这也是我的价值最大化的地方 我不认为 我第一时间告诉你 油管的一个新的政策的 这样的更新 因为我告诉你任何具体的东西 什么剪映怎么回事 这个是你可以不知道 一点都没有关系 如果你是一个内容 好的内容创作者 你不知道玩单反 你只是一个iPhone 前面的iPhone 8 或者是什么样 很老的 你依然 你可以用某种方式 把你的信息 把你的感受传达出去 所以一定要理解清楚这一点 那么这一点 我愿意做反应的话 实际上我想讲的就是说 在生活里头也是这样子 即便是来给你请求建议的那个人 他其实也不是真的需要你的建议 他来给你抱怨 他来给你吐槽的时候 他只需要一个情绪的垃圾桶 99%的时候是这个样子 当别人假装来给你请教的时候 都是这个样子 包括我一些客户 就是做咨询的客户来 我是要给他这些建议 但是我不会讲这些建议 你没有听我就非常生气 就像我以前做老师一样 我是这样的 掏心掏肥跟你讲 然后跟你讲了几遍 为你好 然后你还不好好学习 我就会非常生气 但现在即便你付钱来找我 我当然我尽我最大能力给你提供建议 但是我认为就是说 这些建议都不重要 所以找我咨询过的人 都会清楚这一点 我要问清楚你的历史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样走到今天 有很多人一上来一讲 我这个问题 我讲你的交代 你的背景历史 你是怎么样走到这个地方 走到这个地方 为什么你觉得是卡住了 你的问题不是这个 这只是你的一个症状 然后我再给你一些建议 这些建议我一定是 往往很多时候 我是给你这个 一二三四五 然后你别问我哪个是最好的 你自己去把它弄好 相信哪个东西 能把你带过这个看去 对吧 所以很多时候 很多人如果讲 认为是建议的时候 实际上很容易变成一个指导 变成一个训练别人 尤其是到社会地位 或者是年纪 或者是财富 有巨大的不对等的时候 很多人就喜欢这样子的 老是在别人没有 寻求建议的情况下 去给别人提建议 这是非常讨厌的一种人 我们千万别做这样的人 尤其是上了税数 做了爹妈的人 千万别老提建议 好 这是第一个分享的 所以讲这个是跨越油管 本身 第二个 这个帖子 他讲油管会限流 你看这个投票 80%的人讲真的 20%的人讲没有 好 这个问题有意思 那么老胡我看过的这个频道 我不知道有没有超过一万个 就是我讲的不是讲浏览的频道 就是我服务过的客户 咨询 然后平时去做各种案例分析的 怎么样有大几千个 大几千个 就是说 我不认为 我首先讲这是我的观点 我不认为这个正常的情况下 油管会限流 但是很多人又真确的感觉到了限流 有的人很奇怪 就是我没发短片 我一发短片就限流 他观察到现象是真实发生的 这不是他意想的 或者是有的人讲 我是这样子 昨天得了一个版权主张 哗擦 今天就限流了 就是当这些相信限流的人 都非常灵敏的 好像他有第一手的这个证据 就是我经常在直播间里头讲的 就是老子一带雨伞 他妈的他就不下雨 我天天带 哪一天不带的时候 他就下雨 准得一塌糊涂 就是这种心理 这里头有很多的心理暗示 那么首先我讲我的这个结论像 我所看的这么多的这个频道 我不认为有这种就是 偷偷的观点小黑物给你限流的 经常出现了什么情况呢 就是整个平台的 他由于算法 推荐算法 他推荐算法每天都在变 一天可能变几次 每年大概有几次 十几二十次的大的算法调整 比如说一个月有一次 但是微调 几乎每天都会有N次的这种调整 那这种调整就会导致什么呢 导致这个整个平台的固定的这个流量 他会哗往这边走 往那边走 然后就会出现这样的巨大的这种像波浪一样 这个情况 那你很可能就在这个平凡的这个流量的整个平台的流量的 那种调度的那个结果就影响到你这个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 这种影响其实是全平台的影响 不是针对某个人 但是呢 有些这个过度的敏感的这些人 什么呢 是小频道才开始的时候 天天要刷后台刷34的这种人 他过度敏感 那么这种就非常非常 他就会觉得只有这样一个解释 我都跟大家看过Mr.Beast的 上一个视频是三个多亿的播放 下一个视频一个亿都不到 他是世界老大 他都是这样的 但油管没有害他 没有任何理由要害他 但是只是公正的把它放在 跟大家一样的这种流量 甚至是很多情况下 其实是要控制他 因为油管不想把它放在 每天的这个推荐首页里头 对不对 从任何理由他都不想这样子 因为会造成就像 就像比如说我搞一个电影杂志 如果每一期的封面 都是我喜欢的那个演员 我是主编的话 这怎么能行呢 肯定不行的 对吧 所以从油管整个平台来讲的话 我不认为有 只有什么例外 什么呢 就是你犯规了 所以绝大部分同学讲 我没有任何的犯规的邮件 也没有任何的后台处理过我 通知过我 也没有讲什么 因为什么原因 社区的原因删我的这个东西 然后讲怀疑我关了小黑五 不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讲就是整个平台的 只要他没有给你通知 我不认为油管会偷偷的关你 到你一个黑名单里头 然后关你关了一个月的笼子 两个月的笼子 三个月的笼子 不是这个是我讲的 我不是油管的发言人 这是我这么多年的经验 这是第一个结论 第二个结论就是说 支持我这个结论的数据是什么呢 不管是那些讲现流 真的现流或假的现流 这些人当他继续做的时候 继续发的时候 他最后都会起来 都会出来 那么有的人是非常被动 什么都不管 就是按那个方向继续做 有一种情况 就是他这个流量这一波 他就是过去了 比如说AI才出来的时候 AI的美女图片 哇流量巨大 然后很快就没有 没有就没有了 他不会再回来了 这个PPT前往严打 这个养生啊 这个金句这一类东西的 然后那一波过去就过去了 在四五年以前 光做这个PPT 都滚平的这个东西 一年都能赚100万美元的 我都看过 所以现在你再做这东西 很难很难 那AI开始的时候 又有人用这种新的金句AI来做 把那种一个输个拉底的 这种AI的头像 然后100个句子这样弄 也有人很快就赚钱 但是呢 你看到后来这一批大量的被取消 这个取消YPP 然后流量衰竭 所以这些东西是回不来 那如果你的频道 在你认为流量变化了 我建议你不要结论这样 我被关小黑屋了 只要你没有受到 处罚的通知的话 你就做 你做的方法 当你已经观察到 这个变化的时候 也就是说 你的假设 你就像整个的算法 和下面的总的流量的调度 它发生了变化 它变 你跟着变呢 你怎么变呢 在你的赛道里头 做新的节目系列 你在选题上面要突破 那怎么突破 我现在告诉你最简单的方法 臭热点的抱大腿 做热点的内容 点评 或者是不点评 我自己做 对吧 自己抱自己大腿 可以 反正你要去改变选题 不要在原来那个方向上 原来那个方向上 你想象它没有观点小黑屋 就像你这个内容 它没有像原来那样的 大朗推荐了 它不喜欢了 整个平台 那么它就要 它就变化 变化 你跟着它变呢 你跟它变 变不是讲 今天做探店 明天做这个足球 不是啊 你的兴趣 不能这样的变 但是你在探店里头 你用新的方法 你探不同的店 你引入新的元素 比如说二百折野 天天探 这边苍蝇馆子 探不出来 做了那么长时间 做不出来 怎么办 来个200块钱 开盲盒 火了 对吧 千万急 另外一个例子 我也讲的 大logo 也是这样的 天天天 前面做了 做了好长时间 都做不起来 怎么样 上贵的 上贵的这个店 就是您吃不起的 几千块钱的 一碗蛋炒饭 我来去吃一下子 然后很肉疼的样子 火了 所以 没有变换赛道 变换了形式 变换了选题 这就是好的方法 好 所以 这期节目 绝大部分人 因为各种原因 去投了这个票 不要认为讲 你看群众的力量 群众的眼睛 是血量的 你去 如果你感兴趣 你可以读一下 这个评论区的 很多的 好的这种评论 他都分享了 这个现象 我都经历过 但是我继续跟 调整的跟 然后都走出来 流量都回来了 都爬出了 那个地骨 就这个意思 那么对于那些 很简单的 就是抱怨的人 没有任何理由 抱怨的人 永远都是赞多数 尤其是在匿名情况下 作恶的人 我这一双扯远了 这个是情绪的表达 我顺带 顺带 我点评骂 我反应 我就可以火力全开 在这个世界上 字典里头 负面词会占多数 占三分之二 然后在网络 匿名的情况下 人性的恶全出来了 当你是 你像老胡 在老胡这个频道里头 或者在你频道 骂你的那些人 一定不是 你的 这个 真名的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的 真实的人 他不好 他不会 不会轻易恶言的 然后这种意见 也是这样子的 他当他不讲理由的时候 他讲 对 他就是这样子封杀我的 所以 啥意思呢 不要认为 看见这个东西 是个大数据 然后就讲 这个是真 哪怕这个数据 来自于油管 那个全网的平台上面 在一个匿名的数据里头 然后呢 人性本恶的 这种情况下 这个数据 是会被扭曲的 这是第一 第二 数据如果本身 看来就是正面 负面都有 那个做数据 那个人 他即便不做 就统计数据 他是可以收集的 他不同的收集方法 得出的结论不一样 他就收集了 有些好的有些坏的 他可以编转一个报告 只有反映出一个东西 就像这个 美国大选投票 谁在谁 你看有零千几个百分点 根本就不要相信这些东西 这个都是 都个是给 给那一派 就是 就是大气的 这种想法 真正就是 最后那一天 选出是谁 才是谁 其他这些东西 再什么科学 什么神算子预测 别相信那么多东西 好 那么所以 这些东西 即便是你想 大家都这么认为 你好像认为 都是 这是集体智慧的接近 不是的 因为 还有其他理由 我就不展开讲了 就是我今天 只是给你展开个例子 讲一下 怎么样做反应 你看这些东西 我都不存在选题 我就看到别人的东西 我每天看到东西 哪一个东西出来做反应 就是一期节目 对不对 我们再看最后 第三个帖子 他讲 在油管上面 要取得成功 就三个要素 第一 用塑料图和标题 来吸引住观众 第二个 他点进来以后 让他有最开始的 前面的15秒 30秒的话 能够吸引住他 他不跑 不是讲三秒以后 就讲标题上 就骂人 然后他就走掉了 有的人还留下一个负面的评论 在那个地方 然后紧接着 开头 他没跑掉 然后让他们参与有目的的 就是能够感觉到你的内容是 不是胡说八道 有内容 有价值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 不无聊 然后重点来了 我为什么选择分享 前面三点都简单 听起来很简单 执行起来却很难 然后呢 大多数人在弄清楚以前 都放弃了 这个又是在讲油管 以油管作为一个例子 以自媒体作为一个例子 来讲的 其实是人生的最朴实的一个道理 就是很多东西 其实不是很难 道理不是很难 执行起来很难 然后的话 他这个难不是一个难 不是一次考试 然后它是个持续的 那更新一期 不很困难 更新十期 不很困难 有的人来讲 更新一百期 都不困难 但是更新下面多少期 就是你走在一个黑洞里头 你不知道对面的 那个那个 走过这个洞口 还有多长 你不知道还有五公里 还是 还有五十公里 还有五百公里 这个是让人非常绝望的 所以 如果 但是 如果正常情况下 那个黑洞 告诉你一下 美前进也不告诉你一下 还剩四点三公里 还剩四公里 还剩0.4公里 还剩最后一百米的话 如果是这个样子 大部分人做事 都没问题 就是我们进入了一个黑洞 不知道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有所谓的成功 或者达成 你想这个东西困难吗 我在我以前节目里反复讲过的 整个的这个长篇的观看逻辑 就是你要在一众的这个封面图里头 要跳眼 要夺目 李敖讲的要夺目 要抓住他的眼球 然后他停留 停留了以后 看标题 点击 进去以后 讲十几秒 手在鼠标上面 他过了十几秒以后 他手就离开了 这个时候他就不容易跑掉了 所以开头非常重要 我讲过 当一个视频 如果是很长 比如说这个节奏 这个素材的使用 音效等等这些东西 昨天还有个同学 在群里头讨论这个问题 对吧 我讲 当你没有办法 对整个视频的进行优化的时候 你就优化片头这一部分 让他 让他这个 让他准确 让他好玩 让他 让他情绪饱满 但是你不可能 整个十五分钟 或者三十分钟的节目 都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还有一种方法 我以前也介绍过 这个学员使用 当你这么长的时候 有的人要去教验那个字幕 当以前那个字幕 这个准确率不是很高的时候 你把最开始的这部分 把它教验 因为有的人有洁癖 一上来看的时候 前面三个句子里头 就有两个错别字 它跟苍蝇一样 它噎得难受 所以你可以前面 把一分多重的那个东西 音效 画面 字体 字卡 这个字幕 全都做得漂漂亮亮 然后这个时候 他已经翘起了脑腿 他已经冲好茶 冲好咖啡 抓了一把瓜子 他就不容易跑掉 这光看时间就会长起来 他能够容忍你 最开始的时候 第一印象 所以这些东西都不复杂 你理解了以后 你不是困难的东西 那么这样执行起来 就是简单的道理 我们这样做一个好人 帮助别人 不要这个损人利己 多做一些 利他 但是不损己的这些事情 这有什么 很难的 可以理解了吗 但是执行起来很难 对吧 很多人就是没有坚持 足够长的时间做 这些东西 那这些地方就是说 这个人家 大多数在没有弄清楚之前 其实我刚才讲的 这个弄清楚很困难吗 不很困难 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 大多数人把已经弄清楚的 重要的原理方法 能够稳定持续的执行一段时间 这是非常困难的 而不是像一个林丹妙药 一吃下去 马上就有用 那汤每次都有用 今天的播放是一千 明天再用一次一万 后天再用一次到十万 那当然有用了 那是非常刺激 对不对 但问题是 就是往往好的东西 都你要坚持很长时间 坚定不移 然后他才能见到结果 比如说 我知道这个封面图 应该怎么弄 好家伙 人家旁边一个就是三点十 非常清凉的 这样的图片 就是标题党 就是封面党 人家就是观看量 比你多十倍多一百倍 你动摇不动摇 你是不是还坚持 讲我不欺骗观众 但是我借鉴他 我不眼红他 我看过来 我再回来 我看完了这个春宫 我接着又来研究佛经 还是讲佛经不好玩 我继续看春宫 对吧 这个是很难很难的 大多数人 在做足够长 在理解和掌握这一点 已经放弃了 已经转向了 就像一个大头舱一样 从这边分的 飞到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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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为什么 经常提醒大家要谨慎 不停的换方向 今天做一个 明天做那个 明天做那个 一上来 还没有开 还没有开频道 第一个问题问老胡就讲 油管可以开多少个频道 我一个账号 能够开多少个 夸 你一个频道还没做好 我做过一期节目 中文讲过 当一个频道 你没有通过这个频道 训练自己 掌握所有的 这些平台的东西 做内容的方法 然后整个SOP 把它弄清楚以前 甚至我在一期节目里 提了一个更高的要求 叫做第一个频道 解决所有的内容生产 输出心理的问题 技术的问题 工具的问题 软件的问题 当这些所有都解决了以后 并且 第一个频道 能养活你 之前 你别去做第二个赛道 别去做第二个频道 先把一个店 开好 你自己的店 都不赚钱 现在就想搞连锁 我自己都是 赚不到多少钱 我搞连锁 能够发财 搞卖家门能赚钱 你就是 你本来自己这个店 就亏就亏那么一点点 你开始卖连锁 卖家门 你不仅赔得一塌糊涂 很有可能 你会被抓去坐牢 对吧 所以这个逻辑 大家一定要弄清楚 好 然后今天用这几个例子 对评论的这种反应 对你今天看到的一些东西 拿出来你有感的东西 进行反应 点评 讲解 抱怨 发火 或者是 终于忍不住要怼一下子 都可以 这些都是真实的 情绪的这种反应 这个就是我在 讲做反应 然后在你的赛道里头的 做热点 我今天举的评论区的 这个东西 都不是讲 讲特别热点的东西 而是自己 我看了有感的东西 所以我讲 在这个频道里头的 社区体里头 我看了有一些好的东西 我就拿出来 给大家分享 那不见得要是热点 但是好的方法 你如果是又能做热点 又能够做这种反应 那就更好 这个地方我要顺带 多讲 又要多啰嗦了 我恨不得都把说 我知道的好东西 都一次头告诉你 因为你 因为你嫌啰嗦 你下次不看我的其他节目 对吧 我高度怀疑有这种情况 这个出现 所以我再免费送你一条东西 就是 这一类的 这一类东西 就是说 做节目 你是不是一直抱别人大腿 一直做热点的东西 不是 我们讲了做节目 可以做两个 一个是为观众做 另外一个是为你自己做 你长期为观众做 为他做到 你会做到恶心 你要有一些节目 是安抚你自己的心灵的 安顿你自己的身心的 像老胡做的很多的 又臭又长的 这个所谓的 这个心灵鸡汤的这种节目 这就是安抚我自己的 我知道 这个观众里头 有很多 有很多人 对这个东西 他觉得不错 但是他没时间 来听这个东西 他更愿意去看 就是这样 你这三招 让你的流量 立刻翻十倍 这种节目 他会更愿意看 因为他觉得马上就能用上 你老胡讲这个东西 道理我也懂 你没讲出什么 革命性的新的东西来 对吧 其实你这期节目 你讲了33分钟 其实你就是 总结出来就有一句话 你他妈怎么废话 33分钟 好 这就是我们很多人 包括我 犯了错误 就是什么东西 那个道理简单到 你都觉得 这个讲道理的人 啰嗦 但是你为什么不想象 这个人 从小就自认为是 大聪明的人 到现在白发苍苍 依然还讲这个东西 也许这个东西 真的很重要 好吧 对不起 啰嗦了 大家去做热点反应类的视频 偶然做一点点 自己的内心 真实写照 抱怨也好 赞美也好 情绪的这种真情流流 发泄的这样的节目 这样你才能身心健康 然后观众大部分的时间 他愿意看你的节目 因为你为他们服务 提供了价值 但是你不要去做一个 就把自己牺牲了 然后去照亮别人的 因为世界上不缺你这一根蜡烛 你不需要去把你自己完全燃烧 你要照顾好自己 是对喜欢你粉丝的最大的负责 世界因为你而美好 就是你能照亮身边的三个人 五个人 你的朋友 你的亲戚 你的同学 还有其他喜欢你的人 好的 这位老胡今天的分享 我不知道有几个人 看到最后 看到最后的人 留言区 打个卡 看看有没有三五个人 看到最后 谢谢 再见 再见